這個第九題 我個人覺得這個題目今天還不錯 這個題目可以給他三個讚 我們這堂課把這一題也把他講完 來 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我還蠻喜歡這個題目的 這個題目說什麼 某一家工廠他想要買甲乙兩種原料 來製作航海王卡通中的三個人物 這三個人物分別是魯夫、索隆跟納梅的三種不同工廠 你這樣可以嗎 然後每公斤的甲乙料可以製作16個魯夫、8個索隆跟16個納梅 好奇怪喔 為什麼索隆只能做8個 我都不太懂 這有什麼根據嗎 然後每公斤的乙原料可以製作8個魯夫、8個索隆 可以做32個納梅 這個 某哥太奇怪了 那個人物的比例實在太怪了 我都無法想像 然後他說什麼 他說已經知道甲乙料每公斤要350 以原料每公斤要430 哇 好 OK 然後零售商說 我要56個魯夫、40個索隆 然後要96個納梅 納梅比較受歡迎 要多一點 來 為了達到零售商的那個最低的要求 工廠要買進加以兩種原料割多少公斤 才能夠使我的成本達到最低呢 所以這個題目我想我先給你3、5分鐘 你先試著自己寫寫看好不好 OK 來寫寫看好 當然第一個步驟你還要寫 假設什麼 假設這個甲原料 幾公斤?x公斤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個乙的原料 乙原料是幾公斤?y公斤? 這樣OK吧? 買進加以兩種原料割多少公斤 才能夠達到最低的成本 誒 那你這個要怎麼寫啊? 我就要想想看喔 當然你的x要怎樣? x要大於等於0 這廢話吧 你的y也要大於等於0 這個題目你的限制有誰啊? 你的限制有三個 是哪三個? 一個是魯夫的限制 一個是索隆的限制 一個是納梅的限制 我覺得他魯夫 你告訴我他魯夫要幾個? 他魯夫是不是要56個? 對吧? 你那個假原料可以做幾個魯夫? 16個魯夫 所以16x 加上每公斤的乙原料 可以做幾個魯夫? 我看一下 8個魯夫加上8倍的y 要大於等於多少? 他的需求是幾個? 他的需求是56個 所以是不是大於等於56? 同意我的看法 你至少要能夠生產56個 這樣才能提供給他 你多生產的沒有關係 但至少要56個 然後接下來是誰的限制? 接下來應該是索隆的限制對不對? 如果你用假原料的話 可以做幾個索隆? 8個索隆 所以8個x 8個x 那如果每公斤的乙原料 我看一下 每公斤的乙原料索隆可以做幾個? 也是8個嗎? 也是8個 所以加上8倍的y 要大於等於 索隆的需求量是幾個? 索隆的需求量是40個 大於等於40個 好這是索隆的限制喔 然後最後一個是索隆的限制喔 索隆的限制我看一下 假原料每公斤可以做16個索隆對不對? 索隆可以做16個 所以16s 加上32倍 這個應該是以原料可以做32個索隆 加32倍的y 大於等於索隆的需求量是幾個? 96個 96 好 考學這樣可以嗎? 他的連例不等式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然後這個連例不等式長這樣 同學我們考試一定要寫這一個嗎? 考試不一定要寫這一個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連例不等式 讓它看起來簡單一點喔? 比如說我們可以這樣寫 s大於講個0 y大於講個0 然後你知道16s加8y大於講個56 它可以寫成什麼樣子嗎? 這邊可以寫成幾個x? 兩個x加上幾個y? 加一個y大於等於多少? 875 有7 7嘛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看一點? 等一下畫圖也比較好畫 然後這個的話它可以改成 x加y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5 那這一個的話應該可以寫成 x加上幾個y? 兩個y 兩個y 大於等於多少? 6 6 是不是6 對不對?寫成這樣子 你再畫圖也比較方便一點喔 好 那現在同學我想這個題目 也慢慢的接近尾聲喔 我們一起來畫圖好嗎? 來 我等你喔 來畫這個圖 畫圖畫圖 來 我們來畫圖齁 如果要畫圖 那我們每一格就取1就好了 1 2 3 4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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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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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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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畫在這裡 5的畫在這裡 所以就把它領起來 這個這個圖看起來比較好畫 我們這個很快把它領起來 這樣子 我用紅色的粉筆 紅色的這一條叫做s加y檔5 這一條叫做s加上y檔5 然後接下來我換個顏色 我換橘色的粉筆好了 下一個我們要畫s加2y檔6 那y檔0的時候x是6 x是0的時候y是多卡3 okok來把它領起來 把這個領起來 哇這一條 這一條我把它寫在左邊 橘色的這一條是誰 叫做x加2y檔6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你看這三條 所以外面那裡嗎 欸團隊他的可行檢的那個區域在哪裡 大於等於0 大於等於0對不對 在第一項線 然後你看大於等於56 大於等於40 大於等於96 分別在這三條線的右側嘛 對不對 他要找正號區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的是哪一塊 是這一塊喔 好大一塊 好大一塊 來團隊你把這一塊把它標出來 OK來 我畫一下喔 哎呦 是不是這樣 我猜啊 他那個段考一定會考一題應用題 應該會考個一兩題 要考哪一題就不知道囉 好 來 同學畫一下 好 畫出來之後 畫出來之後 同學他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題目齁 我們先寫他的那個目標函數好不好 他的目標函數在哪裡 來 我們要求求什麼 來 目標函數 他要什麼東西 他要成本最低對不對 那我想想看喔 甲醃料每公斤的成本是多少錢 350元 所以350X 350X